这次严格来讲到其他的县市去 主要的目的就是想了解台湾人真的的生活 我这次参选总统的时机刚好是台湾经济最坏的时候 同时社会上物体也很多 再加上政治上的纷纷扰扰 我真的想了解人民他的抱怨是什么 他的期待是什么 因此我就效法金国先生的精神 不但要看到人民的生活 听到人民的声音 而且还要用脚走到那些地方去 那我除了这个之外 我还希望我的心经常想着人民的生活 然后我希望除了脚以外 我的手也能够碰到 我的鼻子也能闻到 我觉得对我来讲这也是很重要的一个过程 譬如说我到屏东 有机会牵着一头黄牛在耕田 跟完一个段落了 我真的很希望摸摸他 我觉得他好辛苦 我跟他打个招呼 让他知道马也可以耕田 另外我跑到有一个县市 那个县长带我去他们最靓丽的一条街 我跟那些一个服饰店的售货的小姐照相 但是我同时我就闻到了 我脚下的水沟有污水的味道 那就表示那个城市污水下水道还没有接管 那这代表的意思就是说 我们台湾距离一个现代化的国家 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 因为全台湾目前接管率大概只有百分之十几 台北市已经到百分之八十四了 可是我们因为是遥遥领先其他的城市 所以我现在要做的是怎么样 把台北经验推广到其他城市去 让大家都能够享受一个现代生活 必须要有的污水处理的这个设备 像这些东西你不下乡 你有所感觉就不会那么强烈 因为在台北市大部分接管都接好了 你不会有这种感觉 但是也是因为有些地方没有接好 我已经把我的鼻子训练出来 我一闻我就知道 我前两天在东京早上在公园跑步 也是就闻到有一块地方可能没有接管 那我觉得这其实是用你各种的感官 去了解人民的生活 然后把它变成你未来 定定政策一个主要的参考